王一博为什么会这么可爱呢?总是在无意间给我们带来太多美好的瞬间,王一博你到底有多搞笑,我们都被你给带偏了。 2月16日,一早就为偶像卡点卡树送上生日祝福,转眼间,微博就来了180度反转,忘记给自己的偶像发文庆声,一句完蛋,罗希生日,我忘记发微博,瞬间引发了网友的搞笑辟图, 纷纷被王一博各种的目瞪口袋的表情包给刷屏了,仔细一看都是自家粉丝干的,真实一群人间真实,王一博走在追星的第一线,没想到自己的粉丝却拿着八倍镜盯着王一博,每个字用的对不对都会给标注出来,仔细看,没想到又是自己的粉丝给找出来了。 王一博对自己偶像的年纪一直在模糊不清的状态,这次又被自己的粉丝再挖了出来,瞬间嘲笑开了,罗希是意大利天才行摩托车手。 1979年,今年42岁,王一博这次发文应该是没有毛病的,可是纵观之前的博文,年纪一直被王一博各种方式的搞不清楚。 2020年,王一博发文为偶像加油,40岁了,2018年,为罗希助力,写到39岁了,去年在《这就是街舞的一起火锅》中说,一本正经的说,罗希50岁了,王一博,你是在拍拍太可了,我们都被你这个年龄模糊不清,却说得理直气壮的样子,给整搞笑了。 王一博,你知道你的这波操作,让粉丝都说,这个孩子在年纪上,从来就没有数对过,因为他一直都在用颜值告诉大家,年纪不重要,粉丝瞬间用完蛋的图片,在线安利起来,哎呀,年纪又说错了,怎么办呢? 王一博这个绝对是个假粉,自己的粉丝对于王一博,也是各种方式的爱到深处,便是黑的节奏,真是粉随正主,王一博互联网可是有记忆的, 你可以忘记,你的粉丝可是在线帮你记在小本本上咯,下次不能随便怼粉丝了,他们也会用同样的方式告诉你,王一博你又长在我们的笑点上了,自己的粉丝也是随了王一博,总会在八倍镜帮着他找茬。